减肥界存在一种冲动型选手,一旦觉得自己胖了,马上就要开始行动,我今天晚上就去跑五千米。 然而,一时的热情终究难以持久。 减肥没有计划当然难免吃饭酱,与其靠着冲进减肥。 不如看看这份减肥时间表,学会在一天中利用好每个时间点。 让你和脂肪早日说拜拜,起点起床喝杯温水,稍作运动,睡眠中,人体会流失许多水分,所以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温水,可以有效补充涅间代谢流失掉的水分,还能帮助身体排度,促进肠胃蠕动,坏性身体代谢。 人在休眠时,可不像电气处于关闭状态,睡觉时人体仍在保持运作,也需要消耗热量。 一夜之后,人体内的热量储备几乎用完,糖原也将至低谷,此时进行锻炼,消耗脂肪的效率更高。 但要注意避免剧烈运动,可以尝试瑜伽、太极、慢跑等。 7.30分到8点吃一顿营养早餐,经过一整夜的空腹。 早餐是一天中的第一份能量补给,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是一上午元气满满的保障。 首先,应由鸡蛋、牛奶、豆奶、肉类等食物来补充足够的蛋白质。 再加入一些新鲜蔬果,以保证膳食纤维,多种维生素的渗入量。 另外,适量的碳水化合物,也是早餐必须的营养之一。 可以选择全穀物、树类这些复合碳水化合物作为主食,保护感较强,也可以帮助稳定血糖。 10点30分到11点吃点水果,一上午的忙碌工作,早餐已经被消化得差不多了。 这时候与其等级挨饿等到饭点,不如来一点水果。 水果富含膳食纤维,能提供持久保护感,不仅能再患饥饿,还能防止午饭吃太多。 推荐水果,苹果,香蕉,梨,草莓,蜜猴桃,蓝莓等12点到12点30分按时吃午餐。 午餐吃太早,下午容易饿,午餐吃太晚,空腹时间太长,肠胃很受伤,还依旧低代谢。 各学的早中晚餐的热量比例,应该是3,4比3,午餐吃饱很重要,但也要控制好热量。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,对于减肥人群,男性的午餐热量最好控制在700到780大卡左右,而女性为520到600大卡。 推荐午餐,100克熟粒卖家,一块鸡胸肉加半根胡萝卜,加半根黄瓜加二分之一个牛油果,13点半后小运动,午餐后由于血糖的升高,让人感到懒洋洋的。 很多人选择待在室内接着服安工作,坐着玩手机,或者趴下睡一会,然而半后久坐不动,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在腹部。 用完午餐半小时候,可以做一些简单小运动,如靠墙静蹲,深蹲,慢走等,在室内就能完成,既能消耗热量,还能帮助肠胃消化。 15点到16点吃点健康的零食,下午三四点,很多人的肠胃等不到晚餐就开始叫化。 但这个时间点,吃晚餐未免太早,不吃的话,又实在难耐饥饿。 不如为自己准备一点健康零食,在这个单二的时间点,用零食犒劳你的胃,不仅可以让你更投入的工作学习,更能够有效致致你在晚餐是毫无极致的进食。 不过需要注意零食不可多吃,否则热量摄入过多,隔不尝试。 零食推荐,水果,酸奶,杏仁,黑巧克力,燕麦片,海苔等,18点到19点吃一顿少而定的晚餐。 很多胖友常常选择放弃晚餐,节食减肥。 但是晚餐也是重要的一餐,减肥期间应是党减少摄入量,但不可不吃,长时间饥饿不抵伤害肠胃,更容易损失肌肉量,不利于减肥。 而且晚餐一定要在睡前四小时解决,否则带着未消化的食物入睡,不仅影响睡眠质量,更会伤害肠胃。 晚餐尽量小吃肉类,不利于消化。 主食千万不要吃太多,因为夜间活动减少,热量消耗也比白天低。 注意避免食用辛辣、产气、面硬、油腻食物,例如辣椒、糯米、油炸食物,容易刺激肠胃,还会影响睡眠。 晚餐推荐,一碗燕麦饭加一块三碗鱼,加一份清炒芦笋,加一碗海白豆腐汤,20点是度运动。 注意睡眠,睡前三到四小时可以进行运动,可以使身体产生一些轻微的疲劳感。 不但能促进睡眠,提升睡眠质量,还能一定程度上促进代谢。 注意减肥,但注意睡前一到两小时,就不要再做剧烈运动了。 不则会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,从而影响到睡眠。 22点关闭电子产品,睡前靠在床上玩手机成了现代人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。 但是,睡前一直盯着屏幕,眼睛一直接受强光刺激,不仅会影响视力,还会阻碍褪黑素分泌。 褪黑素是调整人体昼夜节律,直接影响睡眠质量的激素。 褪黑素分泌不足可能会导致失眠。 提前滑壁电子产品,有助于拥有更好的睡眠质量。 22点到23点熄灯睡觉,如今手机慢慢变成了许多人的最佳伴侣,熬夜成了我们的日常。 然而熬夜对身材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。 瘦素有着抑制疏欲的效果,而只有充足且优质的睡眠,才能让体内的瘦素正常分泌。 每晚10点到11点,是人体最佳入睡时间,可以保证7到8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,让人第二天精力充沛,迎接新的挑战。 美好的身材,人人向往,但健康的生活习惯,却不是一日就能养成。 掌握这张时间表,健康与身材就能一并拥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